Fans 和偶像 往往都会有一种解释不到的关系 偶像不是你的亲人 不是你的另一半 但是偶像的一些决定 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粉丝的心情 相信大家看了Leslie那场告别演唱会之后的朋友 我想10个穿了有9个都会很失落 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在想 Leslie陪着我们成长 她是不是真的不再出唱片呢 虽然在那个时候Leslie 只不过是告别舞台 但是她并没有退出娱乐圈 在1990年开始 她经常都会出现在大人幕 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 告别舞台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有这一部 时间了 说吧 今天几日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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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 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 因为你我会记得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 这是事实来的 你追不回 因为已经过去了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呢 就是阿飞正传里面的其中一幕 Leslie和张曼玉的一场对手戏 也是凭着阿飞正传这部电影荣获 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以及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以及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提名 而杨威影坛 接下来还有很多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相信大家都看过 我个人就特别喜欢他和周润发 和钟楚雄主演那部《中横四海》 又有《河碎片佳有喜事》 又有《霸王别基》 《霸王别基》这部电影 又是一部得奖电影 荣获了第46届法国康城影展最佳男主角提名 以及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男主角奖 以及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的特别贡献奖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Leslie在《霸王别基》这部电影里的角色叫什么 在早三年除了有《霸王别基》这部电影之外 同一年都有一部古装片 荣获第三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金曲的奖项 作曲是由Leslie亲自操刀 填词就有林直 就是《白发魔女传》 在更多的电影主题曲或者插曲里面 有哪一首歌曲是你喜欢最爱的呢 在这个时候就选了一首Leslie其中一部电影的插曲送给大家 那我就不告诉你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因为你一定猜得到和你是会唱的 送给你 今集的《怀念Leslie·张国荣》的这个节目 暂时暂过一段落 在下星期陆陆陆续续都会出现 Leslie的一些过往的歌曲 和她的生平出现在陈峰.com 我是彭彭李俊彭 多谢你的收听 亦完全无重要 谁被你重要 谁被你重要 旁风雨暴雨都因你幻少 一醉再醉 只想追赶收命里一分一秒 原来多么好笑 你是真正目标 一醉再终 最终一切生活最基本随意 原来早不缺少 有了你即使平凡就最重要 好朋友还活太多 一分钟那又如何 会与你共同渡过都不缺 风软多藏更多 愈能重新造过 我说愈能为你提前做错 谁给你重要 成功了败了也 完全无重要 谁给你重要 黄蜂与暴雨都因你言笑 一醉再终 只想追赶心灵略 一分一面 原来多么好笑 你是真正目标 一醉再终一醉再终 最终一切生活最基本随意 原来早不缺少 又要你即使平凡就最终一切 最终一切 一醉再终一切 只想追赶心灵略 一分一切 一分一面 一分一面 原来多么可笑 一分一面 你是真正目标 一醉再终 挤描着은 尽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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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随意 尽分一切 原来早不缺少 只得你 会叫我仿佛 人群 最重 有了你即使 尽分一切 沉睡了 也在笑 当每一首歌曲的旋律 出现在我们耳边的时候 我们的脑海 也会很自然浮现 与这一段旋律有关的画面 这些曾经令到我们 有过黑骨铭心的片段 当中一定会有开心 难忘 又或者不愉快的回忆 日子久了 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我们可以将不愉快的感觉 收在密封的木箱 将它放在一个 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 我们又不妨可以多些去记住开心的感觉 至于难忘的片段 就将它留在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缅怀 每一年大约4月份的第一日 很多人都喜欢整股身边的朋友 没有那么白艳那些 可能只是想化人家 一条腹不记得拉拉链 又或者带人家走去游花园 至于被整股那些 可能到最后 都是一笑自知 但是 我们是一位熟悉的朋友 却选择了在03年4月1号 愚人节这一天 和我们开了一个 永远都回不了回头的玩笑 又是熟悉的音乐 又再次响起 每次我都很专心地去听 一路听 一路望着窗外面的夜晚 很自然地我又再想起来 我在想 究竟当另外一个人 和不爱他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究竟什么叫爱情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哥哥 是Leslie的歌迷 就是因为这样 在长期二月木厌之下 对Leslie的歌曲 都会有所熟悉 我还记得那时候 是录音带的年代 每一次Leslie推出的唱片 我哥哥都会坚持买正办支持 而去到每一年的颁奖典礼 我们就会去录影中心 租录影带回来看 虽然在那个时候 录影带的推出 和这个颁奖典礼 是隔了 我想应该有整个礼拜 才能看到 当然之前都会看到报纸 知道了成绩 但是每一次 一拿到录影带的时候 都会很想看到Leslie 在颁奖典礼上 领奖的风采 1987年度 秦国金曲 金奖歌曲是 无心碎灭 最国慧 1988年度 十大敬歌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声 张国荣 All right Leslie 1988年度 十大敬歌金曲 最受欢迎的男歌声 就是Leslie 张国荣 谢谢 hanya梁奖兴 就第一次恭喜 每次都大敬歌 很 Priyay 你為我素溫暖 你為我住入快樂的天 Lesley在1956年9月12日出生 在家裡她是排行最小的那個 在她20歲那一年 她就參加了麗的電視 即是香港的亞洲電視的前身 所舉辦的亞洲音樂歌唱大賽 而奪得亞軍 Lesley也藉著那次的機會 加入了麗的電視發展 開始參與電視劇的演出 無論是唱而優則演 又或者演而優則唱 1978年 Lesley推出了她的首張英文唱片 Daydreaming 亦在1979年 推出了她的首張粵語唱片 情人戰 在那時候這張唱片 其實銷量並不太理想 不過Lesley在演藝界走紅了之後 這兩張黑膠唱片 都會有很多粉絲回到唱片店 找回來聽 在這段日子裡 Lesley除了拍電視劇 和出唱片之外 亦都拍了不少青春派 偶像為主題的電影 有《喝彩》、《檸檬可樂》、《烈火青春》這幾部 憑著這些前維不羈 反叛旦進修的形象 Lesley漸漸受到女性觀眾的歡迎 為她日後成為超級偶像 打下基礎 為了增加知名度 Lesley在1982年 和黎的約滿之後 就跟著她的恩師黎小田 轉頭去無線電視 在那個時候 Lesley是屬於華聲唱片旗下的歌手 那一年是1983年 亦都推出了這一首歌曲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風繼續吹》 我勸你早點跪去 你說你不想跪去 只叫我抱著你 柔柔海風輕輕吹冷卻了熱火堆 我看見傷心的你 你說我暫捨得去 如何抬入住你 如何抬開 只得輕吻你發變 讓風繼續吹 不忍願你 心裡極寡慕 希望流行半著你 風繼續吹 不忍願你 不忍願你 心裡極憂 不願流行半著你 心裡極憂 過去多時 快樂記憶 快樂記憶 何況與你 一飛去追 要將憂憂 要將憂憂 苦痛細胞 有情密 我願記取 要強引 離情侶 未許他向下順 愁如梳 眉頭醉 別離淚始終要下水 我願令你快樂 你也令我每次追 你 在我心 不必再問記著水 流著眼淚每滴淚 為何仍端足流默默睡 就是因為這首歌曲 令到Leslie的歌唱事業 開始平暴清雲 數一數 在1983年直至今年2009年 原來這首歌不經不覺之間 已經陪著大家度過了26個年頭 而且每一次去唱K的時候 都會聽到很多人點來唱 包括我自己 由1984年開始 Leslie的歌唱事業 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很多一些異熟能長的歌曲 比如說有Monica 《龍本多情》 《有水共鳴》 《為你鍾情》 《全來有你》等等的歌曲 亦都在這個時候 陸陸續續推出 在1987年的頒獎典禮上面 Leslie的歌曲 就憑著《有水共鳴》這首歌曲 奪得TVB1986年度十大勁歌金曲金獎 《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以及連續兩屆奪得 《戚測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 《戚測樂壇男歌手金獎》 連續多年獲得大家肯定的Leslie 他在這個時候很高調地宣佈要退出歌壇 於香港的紅鞅體育館 舉行了33場告別演唱會 進行封咪儀式 為何仍斷中華? 為何仍斷中華? 啖啖啖啖啖 為何仍斷中華? 啖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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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